疫情期間量體溫已經是生活日常 但怎麼樣才算發燒 國民健康署定義是身體內部的中心 體溫大於等於38度 但是介於37.5度到38度之間 也可能是低度發燒 尤其要注意COVID-19 在長者身上的非典型表現 年紀大的老人 他不容易發燒 第一個就是他是微溫 他不會正常燒到38度3以上 長者的發燒不是青壯年的38.3度 美國感染科學會認定長者的口溫 37.8度一次或是37.2度兩次就是發燒 還有老人家酒咳不只用咳嗽 或是喉嚨痛不好辨識 如果有持續嘔吐或是腹泻的腸胃道 症狀也是確診的表現 另外超高齡八經森氏症 失智症或是曾經中風的患者確診 可能產生急性腦功能障礙 出現突發性認知障礙的沾望 像是胡言亂語或是妄想 還有跌倒也可能是確診後的表現 急診的這幾天已經好幾個案例 就是說他是跌倒髖關節骨折 那送來是外科要開刀的時候才發現 說事實上他是COVID 那其實COVID才是導致他跌倒的原因 因為COVID在這些老人呢 他們的肌肉比較沒有力量 老人家長期肌少肌弱 疫情期間又都待在家裡 如果感染可能會倦怠四肢無力 避免肌少症 醫師教你這麼做 先找一張穩固的椅子 抓了這個椅背 做簡單的伏地領身 就像這樣子 第二個動作呢是坐下來 但是輕輕地碰到椅子上面 這樣可以增加下肢的肌肉 醫師提醒如果長者有類似的症狀 務必先使用快篩檢驗 陽性就可以緊早投藥 就算快篩陰性症狀卻沒有好轉 也應該儘快就醫 透過PCR診斷 避免延誤就醫時機 華視新聞黃沛華 張兆元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